灵九泽停在那儿,她没被灵一行突然的袭击吓到,反而被突然跳出来的少女吓了一跳。 然而,她却没有立即将她推开,因为她感受到了少女剧烈的心跳。 微微低头,见她一身狼狈,被打湿的长睫毛下,眸光闪烁,竟是有一丝惶恐。 思西再一次看到男人耳后的那一道疤,已经是淡粉色,几乎和正常的皮肤一样。 足足有五秒钟,灵九泽没说话,等着少女呼吸平稳,才业余开口。 这是你第几次头怀送抱,真想做二婶。 她后退两步,脸上闪过一抹红晕。 我,我想听你挡一下,就是用力过吗? 灵九泽看着她闪躲的眼睛,唇角一直微微勾着,直到她耳朵都红了,才慢慢开口。 不逗你了,去玩吧。 最后几个字的语气,像是哄孩子一样。 苏西因为刚才的冒失而窘迫,甚至有些慌乱。 没注意男人的语气,装作淡定地转过身去。 一转身,忽然闻到了香味儿,肉香,她顿时眉梢一跳。 别墅那边,佣人已经在烤鱼,还有从餐厅里取来的腌制好的牛肉、腹肉。 闻到香味儿,思习不安的情绪瞬间被安抚,只剩饥饿。 二叔,我打得越来越准了。 哼,那是我让着你。 让二叔做裁判,怎么继续打,我打到你心服口服。 暂时停战,先去吃饭。 林一航也饿了,没有意义,高兴地回别墅,一路上都在调侃苏西。 林九泽听着两人斗嘴,看着两人的背影目光深了深。 苏西并不是没打中,而是都打在了林一航的防水马甲上。